凌晨6点 中国女排决战土耳其有变 央视宣布意外决定 蔡斌赖亚文都懂了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关于咱们中国女排 即将在明天凌晨的6点半 将迎来与土耳其女排的这场 国家联赛总决赛的大决战 这场比赛对于中国女排 对于土耳其女排来说 注定都将是一场生死之战 这场比赛双方通过过五关斩六将 汇师到了决赛 在决赛中一场定胜负 决定谁会成为最终极的赢家 这场比赛 两支球队一定会打光自己最扣一颗子弹 是吧 把自己拼到无能为力 而最终去冲击冠军奖杯 所以说两支球队打到这个节骨眼上 肯定都不会松最后一口气 所以说在这种针尖对脉盲的比赛中 谁能够想到最后 就能够证明谁才是真正王者中的王者 所以说这场对决 中国女排与土耳其女排 本届国家联赛其实在分战赛 我们没有跟土耳其交过手 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是陌生的 土耳其女排如今在规划成功了 瓦尔加斯之后 这支球队确实整体的水平在往上走 如今在新周期已经成为了中国女排 在国际赛场上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 如今两队在这一次的决赛 打到会师阶段 那么两支球队谁能够消到最后呢 目前来看并不好说 但是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我们有一大优势 首先就是体能 因为我们在半决赛 我们的半决赛是先打了三个半小时 对吧 而且我们是3米0直接横扫了波兰 我们以一代劳 而美国跟土耳其这场比赛打的相对艰苦一些 所以说拉锯战打了两个小时才结束 他们的半决赛结束后 在决赛之前 他们休息时间更少 所以说土耳其体能肯定要吃亏 其次就是我们对于土耳其女排 他们队中的瓦尔加斯非常的了解 他过去几个赛季一直在咱们中国联赛在打球 所以说咱们中国女排的几位核心队员 有的是他的队友 有的是他联赛中主要的对手 所以说大家把瓦尔加斯研究的非常透彻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女排打土耳其的话 我们相比其他球队打土耳其 是要更有优势一些 我们比较了解土耳其这支球队 几个核心队员的技术特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女排我们面对土耳其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有一定的把握和胜算的 那么同样对于中国女排而言 其实我们都知道决赛的这场比赛的时间 又一次发生了变化 根据此前我们都知道半决赛的时候 我们是在凌晨5点打的半决赛 而再往前的1分之1决赛 是在深夜的23点的30分 也就是说晚上11点半打的那场球 结束的时候都到凌晨1点半了 所以说每一场比赛的开球时间都在变 而这场决赛将会放到明天上午凌晨的6点半 开打中国女排大战土耳其 这场比赛又巧合的是在星期一的早晨去打 那么这个时间点的话 安排就有些不合理了 对吧 因为毕竟不是在咱们中国本土打比赛 是在美国打 可能这个时差上差的有点多 所以说在早晨的6点半 又是一个星期一 很多球迷可能没有办法去观看这场比赛了 因为你看完这场球再去上班的话 可能都要迟到了 所以说大部分的球迷是看不了这场球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使得这场比赛的收视率一定会非常的低 因为如果说收视率一低的话 央视不直播了 对吧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会使得中国女排全力上下 我们的士气自信心在赛前 可能受到一定的打击和挫伤 那么不像此前的比赛 我们深夜打也好 凌晨打也好 可能那些比赛 我们熬夜看一看 不影响第二天工作上班 但是这场比赛 你放到早上打的话 可能大家不可能 在家看完球再去上班 对吧 这不现实 所以说收视率直线下滑的话 那么这场比赛 央视还是否会进行现场直播 这一点直接甚至会关乎到 中国女排的命运 那么就在所有球迷都在担心 央视不会进行直播的时候 就在中国女排打完了 与波兰女排的这场半截赛之后 中国女排在我们晋级之后 我们迎来了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 根据央视网官宣的最新消息显示 CCTV5央视体育频道 主频道将会在明天上午的6点半 现场直播中国女排 与土耳其女排的这场大决战 伴随着央视公布了这样一个意外惊喜的决定之后 也给中国女排球迷吃下了定心丸 同样让广大的中国女排球迷沸腾叫好 而且最重要的是让中国女排全体队上下 无论是赖亚文 蔡斌 还是说助理教练 包括每一个队员 大家在场上都会全力以赴 坚定信念去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大家懂得了在球队最需要支持的时候 无论是媒体还是球迷 都会给予中国女排最鼎力的支持 在这一刻央视用他的态度算是给中国女排送上了一分大礼 也让中国女排在接下来将会带着更坚定的信念 去拼接下来的这场决赛 我们也坚信蔡斌一定可以率领球队 在明天凌晨 我们共同见证中国女排的捧杯时刻 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我们也共同的拭目以待吧